大家好,我是大业人新闻网的主播张玉珍 首先要带大家来看看大业大学这一周的重点新闻哦 林书豪旋风不仅在体育界发烧 在网路上更是引发了热潮 大业大学是传系大四学生江振家 创作了漫画版林书豪后 引发网友疯狂转载 这幅作品也受到港心于温乐的青睐 另外,100学年度大专篮球联赛公开赛 女生组第二级复赛 18日起到21日在大业大学体育馆举行 来自全国八所大专院校的禁旅中 地主队大业大学目前已创下四胜战绩 是复赛夺冠呼声最高的队伍 最后的焦点新闻我们来看到 曾以预见钞票荣获第34届金顶奖的 大业大学国契系庄民国教授 迄今搜集了近200个国家的货币 即日起至7月1日止 在台北故事馆推出钞票的故事展览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到现场欣赏哦 看完了焦点新闻 我们带大家来看看大业大学校园周边 有什么特色的景点吧 嗨大家好 我是美食杂人风火轮 这里就是最近网路非常火红的特色景点 靖昌咖啡烘焙馆 各位想不想知道它里面 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跟着我一起进去看看吧 走 我们进庄这个卡维方北馆 从四年前开始做这个建设 在这个过程中间 本人就想说 要怎么来用这个建局 可以多漂亮 除了有看很多外国的商品 参观这个地方 很多地方 结论中间 本来就是去一个巴勒克风格 比较立体变的感觉 来给消费者做一个很好的选择 带着我们台川建国观光顺县 这个巴勒克风格 除了我们这个设者 会选择中间 我经过我 很久时间 这个前师 来做一个选择 所以经过这个原池 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提供 我们所为在这些游客 做一个拍照 做一个留意 哇 想不到大学大学附近 有这么美丽的景点 和美味的咖啡 大家一定要来逛逛哦